如果说欧洲王室中谁家的糟心事最多,一定非西班牙王室莫属。 别人家世人多是多,他们家就五个打工人,却隔三差五就出一波黑料,也不知道是人品不行,还是路人员太差,媒体对他们从来就没有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习惯。 但他们也有着莫名的团结,国王夫妇可以不离出鬼门事件,依旧恩爱如初,王后婆媳也可以尽视前嫌,上演何家欢场面。 就更别说国王一家四口的关系了,任由外界拉财,始终站在彼此身后,完全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当地时间7月3日,王楚莱昂诺尔公主结束了在萨拉哥萨为期一年的陆军军事训练,毕业了吗? 自然就有毕业典礼,和其他同学能够分配工作不同,莱昂诺尔是获得了军衔和勋章。 听起来就是一个还挺重要的活动对不对? 这样重要的场合,对于想要营造完美家庭人设的王室来说,能够全员出席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由于爷爷正在自我流放,奶奶退居二线,所以只有妈妈和妹妹到场支持。 莱昂诺尔公主身穿军装,脖子上挂着曾祖父巴塞罗那伯爵的金羊毛勋章。 这是她从父亲手中收到的礼物,也是西班牙王储的象征。 手中提着象征着勇气的军刀,一身戎装英姿萨爽, 从同样穿着制服的父亲手中接过了军衔证书和军事功绩大十字勋章。 莱昂和索菲亚公主作为官礼嘉宾,自然是没有制服可以穿的, 两人都选择了清新淡雅的连衣裙,成为活动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来后身穿Mitch花朵连衣裙,V领设计突出了肩颈线条, 印花图案生机勃勃,层层堆叠的裙摆突出了腰部的纤细。 搭配带有水晶装饰的平底拖鞋,主打一个舒适自在。 自从她的脚趾头受伤后,在穿搭方面就开始摆烂, 薄旁时尚担当的担子就落到十七岁的小公主索菲亚身上了。 她个子高,身形偏瘦,继承了妈妈巅峰时期的穿衣品位。 这次选择了黑白细条纹连衣裙,重规重矩的色彩搭配, 不过不失的圆领设计,亮点在于不规则裙摆, 让她看起来更轻盈柔美。 搭配黑色平底鞋,既轻便舒适不累脚,又照顾了妈妈的身高。 也有粉丝表示索菲亚公主这一身太素了, 但这也是她的高情商之处。 既不会抢走姐姐和其他毕业生的风头, 又呼应了妈妈的穿搭, 整体也很符合她这个年龄层的审美和品位。 看到这里,或许已经有朋友发现了, 咦?曾经风风火火,往那里一站, 一座都是人群中的焦点的莱蒂奇亚王后, 为了女儿的未来,已经在当一个平平无奇的背景板了。 的确,女儿们是她的软肋, 为了她们的饮食健康, 她可以亲自让学校修改菜单。 为了她们的心情, 她可以在记者面前堵住婆婆的路。 曾经她也是虎妈, 不允许女儿们在公开场合流眼泪, 有固定的学习和睡觉时间, 连堂也不许多吃。 在即位仪式上用眼神警告七岁的索菲亚公主要作有作响, 也被网友指责太过苛刻。 但如今女儿们都长大了, 莱后的气势明显就弱了下来, 虽然有些带着肌肉记忆的习惯还没有彻底改掉, 但是对孩子们的眼神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活动中, 国王、 索菲亚公主和莱后分别用拥抱, 表达了对莱昂诺尔公主的祝福。 国王带着我女儿堪大用的欣慰, 索菲亚公主有姐姐是真棒, 我要祝福她的开心。 但王后的拥抱却多了几分我女儿长大了的感慨和未来的路, 你要自己走了的期许, 和曾经的伊丽莎白王太后看大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一样, 莱后的眼神中不再只有宠溺, 而是或多或少带着几分敬畏了。 前段时间, 西班牙国王夫妇和两个女儿一起, 在玛德里皇宫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 以庆祝即位十周年。 可能有很多粉丝都表示难以置信, 曾经那个不被胡安, 卡洛斯和索菲亚王后接受的二婚女主播, 被两个姑姐看不起的山区平民, 在西班牙媒体看来黑料一大堆的莱蒂奇亚, 居然稳稳当当当了十年王后了。 抛开王室圈内的鄙视链和人情事故不谈, 莱蒂奇亚已然是人生赢家。 尤其是在珠宝方面, 不仅把王室的祖传珠宝带了个遍, 还拥有属于自己的王冠。 二十年王室生涯, 十年王后生涯, 带了四十次王冠, 着实让人羡慕。 这一天就来一次看完她的四十个王冠时刻, 着装或许前卫大胆, 或许时尚优雅, 也或许并不在你的审美点上, 但王冠始终华丽璀。 2004年5月21日, 是她和菲利佩结婚的日子, 尽管索菲亚王后想要个门当户对, 家世清白的小国公主当儿媳妇, 但是架不住自己儿子喜欢呀, 一旦松口认了她, 就想把最好的都给她, 哪怕是为了王室的脸面, 所以大方将自己的婚礼王冠借给她佩戴。 这顶王冠最初的主人是普鲁士公主维多利亚, 露易斯, 她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小女儿, 也是索菲亚王后的外婆, 王冠走女记到了索菲亚手中, 莱蒂奇亚是第一个佩戴她的外人。 这顶小巧, 优雅且颇具历史感的王冠, 是莱蒂奇亚在王楚飞时期 佩戴过的最重要的一件珠宝, 在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 先后佩戴过十三次。 莱蒂奇亚在欧洲王室女卷中相对来说比较娇小, 普鲁士钻石王冠体量小, 不压身高, 不管是重规重矩的盘发, 还是蓬松微卷的批发都能hold住, 的确是最适合她的王冠之一。 莱蒂奇亚对她的爱从王楚飞时期延续至今, 先后佩戴过十五次。 不仅在国内的晚宴中佩戴, 还带了她去了荷兰、 英国、 日本和瑞典。 另一顶王冠的历史更加悠久, 她曾属于阿方索十二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亚, 克里斯蒂娜王后, 胡安亲王结婚时, 阿方索十三世和夜内王后将她作为礼物送给了儿媳。 王冠原本没有留给胡安、卡洛斯, 而是给了她的大姐皮拉尔公主, 但自家人好说话,花点钱就能解决的事情, 大家也都乐见其成。 来后2018年11月首次解锁, 至今只佩戴过三次, 效果都不太好。 一是来后身材过于干瘦, 没有国泰民安的气势, 二是王冠比较高, 钻石的排列虽然遵循着规律, 但整体较为松散, 有一种孙悟空偷戴师父的五佛观的即视感。 王室祖传冠冕中, 也有造型别致, 历史悠久的, 但并没有花朵王冠那么好驾驭, 本来就不爱古刀珠宝的来后, 也就对他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了, 分别是善贝王冠和卡地亚珍珠王冠。 善贝王冠是西班牙王室的七顶王冠中, 历史最久远的一顶, 她是依莎贝拉女王和加迪斯公爵 送给大女儿依莎贝拉公主的结婚礼物, 因为她没有孩子, 去世后留给了侄子阿芳索十三世, 此后一直在王室主之传承。 王冠形似贝壳, 中间悬挂着一颗梨形珍珠, 贝壳对应大海, 闪耀中多了几分浪漫。 来后仅在2007年佩戴过一次, 算下来已经压箱底17年了, 未来有没有机会再见, 还是未知数。 卡迪亚珍珠王冠的来源和经历则更坎坷, 她是夜内王后委托卡迪亚, 用婆婆赠送的珍珠王冠和教母赠送的钻石翅膀王冠DIY制成的, 原本珍珠还可以替换成祖母绿版本, 但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只剩珍珠一个版本。 夜内王后对孩子们一视同仁, 给王室留了珠宝, 也没有亏待两个出嫁的女儿, 这顶王冠就给了小女儿玛丽亚, 克里斯蒂娜公主, 后来胡安, 卡洛斯良心发现, 从姑姑手里又买回来了。 来后在2018年佩戴过一次, 之后就放回珠宝箱, 再也没碰过了。 祖先们给力, 在一次又一次的流亡中, 还能攒下珠宝给如今的王室称场面, 婆婆索菲亚王后自带干粮, 充赢了原本捉襟见肘的波旁王室珠宝箱。 莱蒂奇亚虽然是以平民身份嫁进王室, 但是她有一个疼她爱她的王子, 给她送珠宝什么的, 也都是顺手的事情了。 2015年4月, 在丹麦参加玛格丽特女王75岁生日晚宴时, 来后就佩戴着属于她的Princess王冠。 王冠由安索雷娜制作, 主体部分有醒目的鸢尾花元素, 顶部则是可拆卸的白色珍珠, 带上立马显高五厘米。 虽然地主家也没余粮, 西班牙王室珠宝和英国王室, 荷兰王室这样的大户比起来不值一提, 但莱蒂奇亚作为一个黑料满满, 支持率常年垫底的王后, 能够在20年时间里把祖传王冠带了个遍, 还能拥有自己的专属王冠,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点赞订阅并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